你这个混蛋 我死了都会恨你 团木瑶 你有点分寸 我还以为 飞夜哥哥娶了媳妇 就不管瑶瑶的死活了 本王说最后一次 马上滚 否则我不客气 飞夜哥哥 你说我的性命重要 还是你的王妃性命重要呢 找死的话 等你过了十八岁 本王可以送你一张 他说着 侧身一腿 狠狠朝端木瑶踹去 韩芸汐都绝望了 可谁知道 她一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 居然是那一张 俊美的人神共愤的脸 韩芸汐都还没反应过来 双腿一软就给跌了 麻烦 我命贱 我是麻烦 麻烦是你自找的 怎么把本王妃带出来 就怎么带回去 少一根寒芒 本王妃绝对迎不了太子 别这么胆小 你的命还在呢 起来 龙非夜没回答他 而是冷不丁地将他拽起来 拦紧了 一飞冲天 飞到一旁的七八米高的大树上 龙非夜 我警告你 你再把我一个人放在树上 我绝对 我绝对 鬼叫什么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龙非夜一愣 她唇叛竟微微勾起 泛起了一抹浅笑 酱